在2007年 其實我們都有一定程度的經驗 亦都在前線越來越多同事查詢 就是聖經向的服務 其實應該怎樣去做 我想我們都是最初在2007年 正式做一個青少年同事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我們最初的時候 知道要做的時候 都留意到其實社會依然是一種很敏感的討論 其實我們都是邊走邊走 我想我們比較深的印象就是 其實我們從最初可能不是很理解 或者其實我們可能都未必很明白 每一個同事青少年他們在面對的處境 我們都嘗試去放慢我們一些腳步 或者暫時放下我們一些批判 或者一些價值觀 我們說我們希望用心去先聽聽這班同事青少年 他們的成長經歷是怎樣 他們有甚麼成長的需要 我想很有趣的 其實每個人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我想這幅圖其實可能只是一小個大家人生的部分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如果你人生裏面 最重要的五個部分是哪五個部分 這個會不會已經包括了五個部分 你看到性傾向的位置在哪裏 在一個人的人生裏面 這個性傾向的位置在哪裏 我們一起看看 原來性傾向其實是一個人的戀愛裏面 可能是佔了一個很少的部分 我們很多同事青少年他們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他們第一件事 不是說那個性傾向 而是他喜歡了一個怎樣的人 喜歡了那個男仔或者女仔 給了一些甚麼感覺 他們一起做那些甚麼 一起拍拖的時候 有那些開心不開心的片段 很多時候他們第一件事 反而不是這個性別的部分 反而其實戀愛裏面 其實和大家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戀愛裏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回憶 有一些很重要的感覺 這些感覺才是最影響 他們心裏面那份的感覺 我想這幅圖其實很想告訴大家 其實性傾向 我們很多時候放大了去看 我們一聽到性傾向 我們會聯想起甚麼 可能我們聯想起的 可能就是濫交 那個可能是死基努 他會不會成長的時候 曾經被人侵犯 會不會家庭破除 我們很多時候 立即這些負面的想法出來了 但我們想一下 這些想法其實來自哪裏呢 我們身邊有沒有認識過 一個同志的朋友 他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如果要你形容 你身邊一個同志朋友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又帶著這種想法 他會不會是一個濫交 會不會家庭破碎 會不會曾經被人侵犯 會不會這樣去看他呢 其實這個性傾向的部分 可能只是漸人身很少的一個部分 其實這幅圖很有趣 這幅圖其實是講一個戀愛的歷程 看看大家是不是一樣 其實可能這些詞咀也有些不同 可能有些人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需要尋尋一些理想的對象 找一下誰對誰不對 我希望遇到那個人有些什麼條件 帶給我一些什麼感覺 我希望建立一段什麼關係呢 開始辨別 我對這個人喜歡那種感覺 究竟是喜歡 很喜歡 還是喜歡 有些好感 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感覺 然後到一個位置 可能我們決定是否表白 是否示愛呢 大家會不會示意出一些暗示呢 接著就開始建立一些親密的關係 不停互相認識 溝通相處 這個部分很重要 我想可能大家的經歷裡面都會試過 可能需要有些時候處理爭執 處理兩個人之間的不同 處理兩個人 可能看法上的不同 可能一些角色上的不同 又或者可能一些價值觀上 可能大家都要去處理這些部分 可能大家曾經 我猜未必每一個人 都能夠初戀一踢過 去到今時今日呢 都仍然是初戀 然後結婚生了底 幸福快樂 中老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面對過分手 那我想 其實 同志青少年跟一般的青少年一樣 其實經歷這個戀愛的階段 可能你和我都經歷過 可能我們曾經跌跌碰碰 我們曾經都做錯過很多的決定 或者我們曾經都是一些錯誤類別反省 我猜我們的同志青少年的朋友都是一樣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們慢慢去探索 慢慢去成長 我猜最重要的 未必是我們這一刻 我們去決定 告訴你這個決定 你做得對還是錯 可能更加大的就是 會不會我們可以陪著他一起去走 會不會我們可以提供到一個成長的空間 一個成長的平台 我們用心去聽一下他經歷的每一個掙扎 每一個感覺 幫他澄清他可能一些想法或者感覺呢 我猜這件事都很正正就是Andy剛才所說 為何他經歷了這麼長時間的掙扎 一直都找不到一個人很相信 即是他可以值得信任去傾訴 我猜這件事就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給到一個這樣的感覺 感覺我們的學生就是 其實他走到來跟我們聊天 我們願意去保守秘密 我們願意跟他一起去走這條路 我們不批判他這一刻可能做得對還是錯 但我們帶著一種平常心去跟他一起去走 這個我們曾經都走過的路 我們可能跟他分享我們的故事 我們可能當他 都依然我們用一種可能是朋友式的關心 去到支持他一路去成長 大家看到我們在說不同的成長需要 看看大家有沒有有經歷過 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自我的形象 其實是怎樣建立的呢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是真的有自信心 還是說是曾經都有段時間可能看不起自己 或者都有一種失落的呢 會不會都需要有段時間 可能是很需要朋友的支持的 哪些朋友曾經在你的人生裏面 一些難關陪著你一起去走的 可能跟家裡的溝通相處的情況 會不會其實我們不單是性侵向的 可能其實就算我們一般 我們講的戀愛拍拖 可能跟家裡也會有爭執的 家裡也可能會喜歡我們選擇的一些伴侶 其實我們大家都經歷過這些片段 其實同志青少年都是一樣的 另外有一些部分就是講親密的戀愛關係 我們怎樣可以維持那種親密 維持那種長久的關係 又或者可能我們都會去思考 我們人生意義運的方向 其實這些成長是需要 一般青少年有 同志青少年都是一樣 我們一路去聽他們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願意用這個平常心去跟他們一起走 我想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